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移鷹黃絲的事情 首先想跟大家說說一些移鷹黃絲 什麼想頭? 追鬼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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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那些 對 真是的 最後怎樣 當然失敗 並且大叫受盡歧視 到底他怎樣失敗 怎樣受盡歧視 稍後跟大家去看看 連登仔罵爆黃絲網紅 一天就在他們頻道 叫別人去移民 移民有多好 但是最終 他們的資訊是害人的 是害死人 但是那些黃絲網紅州 賺盡香港人的錢 又吃又拿 但是不幫人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他們這些黃絲其實去到外國之後又怎樣去失禮我們 香港人 或者華人 稍後跟大家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選擇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有很多的魚鷹黃絲想著 外國是 很美好的生活 所有東西都會很如意 住養樓 養狗 甚至乎是抱著 鬼妹 好正 好寫意 最好是怎樣 一個星期換一個 我講鬼妹 誰知道是怎樣 誰知道是一天換一個 夢 Gym 每天都換一個 還有什麼事 現在有很多的節目 訪問一些 移民了去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 各方面的事 今次有個節目 訪問了一個 由香港 移民去曼徹斯特城的 黃絲 原本在香港做中學的經濟老師 移民到英國之後 他做中學的經濟老師 其實他一個月都挺皮的 如果他做得高級一點 十七八皮 很有錢 做到差不多 十年八載 二十年三十年 你當他做到三四十歲 其實他一定存到一筆 可觀費用 所以他去到英國之後 就開地產代理公司 開地產譜 厲害 有錢 是吧 應該找到一口吃 應該不錯 他當日 決定放棄香港原本的生活 而改到英國由零開始 為什麼 原來 婚姻失敗 在2020年的時候 經歷過 分辨 為免觸境雙情 所以去到 曼徹斯特 過一些 新的生活 是不是老婆變了天使 我問問題而已 我沒有說什麼 OK 行不行 沒有 算了 不提起傷心的 他在當地 又擁有物業 並且 作為老闆 又有不錯的收入 這樣 不錯吧 很多人妒忌 或者很多人夢想 不想來 不過他就說 他這個筍盤 在英國想找到 第二村 是不容易 刺善你找那些 黃絲的失婚婦人 移民在英國那些 然後你找一些 過去英國又沒有東西 混合 黃絲的天使 包你 就很開心 不是 他原來的目標 不是找回 香港人 他打算 混合鬼妹 那麼大想頭 也好 有些人有夢想也好 不過 他說 當地人的思想是很保守 很守舊 不是很開放的嗎 不是不是 開放 是要看看對什麼人 雖然你有錢 可能那些黃絲會對你很開放 但是 但是 當地的白人 對於亞洲人 不是很開放 白人對白人可能很開放 真的OK 整晚站在這 什麼意思 One night stand OK 原來他就說 白人是不容易接受 亞洲人是作為伴侶 你不要說亞洲人 黑人 其他有色人 白人只是想著他們自己白人至上 特別是這邊的白人女性 基本上 你看到 沒有白人女性 嫁給一個亞洲男士 沒有 看不到 有的都是好 OK OK 白人男性 有不少 亞洲女性 是作為伴侶 這些都看得到的 所以是什麼 白人男性 開放很多 白人女性 俗稱鬼妹 一點都不開放 他就說他自己在英國 變成了愛情食物鏈的最低層 什麼鏈都好 不要緊 你低層是低層的 失敗者永遠都是失敗者 他就說為什麼 因為受盡歧視 種族歧視這件事根深蒂固 老實說 面那陣 白人經常都會說 平等啊平等啊 不要有歧視啊 但問題是什麼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已經在歧視你了 甚至乎他說到了一些很切身的問題 例如婚姻 就算你的伴侶接受得到 但是他的家人 親朋戚友都不會接受得到 他說他們這些人去到英國之後 在一個宅偶市場裏面 他依然是 食物鏈的最低層 儘管他說 當地他有自己的事業 但是一個人 嚇死異鄉 不是 一個人 身在異鄉 還沒嚇死 一個人身在異鄉 親人又在香港 有時候回到家 未免會覺得很孤獨 真的慘 特別是冬天很快刻 自己家裏有時候都會問自己 在這邊那麼辛苦 為了什麼 看多兩套四仔算米 或者你正正經經 找一隻雞吃一下 即是找KFC吃一下 亂生就算了 OK 另外他就說 沒辦法 陪伴身處香港的父母 他說感到非常內疚 為什麼他沒辦法 陪伴身處香港的父母 他其實 家屋可以放下 租給別人 他的公司可以交給別人打理 繼續賺錢 自己回香港陪伴父母 為什麼不行呢 我相信 我相信 他離婚的原因 未必是老婆變黃絲 很大機會是他犯了事 沒辦法再留在香港 而他老婆看不起 而離婚也不奇怪 他內疚說他盡不了孝心 有時候都可以打電話 去了解他們情況 互相溝通一下 但是 沒辦法他回不了香港 所以賠不了家人 他說是一個遺憾 我不知道 什麼黃絲 有個孝字嗎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那好了 基本上 近期也有很多人 說移民各方面的東西 亦有不少 移民的黃絲 Youtuber 說香港很多東西 當然 他們說香港的東西 你覺得他們知道什麼 他們都移民了 當然不知道 所以整天香港的東西 是不盡不實的 那些黃絲Youtuber 整天都說香港就快倒閉了 然後就不斷吹噓外國 又說外國有很多千載難逢的機會之類的東西 BNO 過去移民 很棒 然後又說 日本現在又開放回家 當然 可能他們的日本種都不出記 說這些那麼多那麼多的東西 都是蠢的 大家想著是不是黃絲很合聽呢 原來不是 那些黃絲不合聽 為什麼發現被人水了 他們是假的 假的 近日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發文 罵這些移民的Youtuber 說這群人根本是走了 他們還是靠著賺香港人的錢去生活 用你們的view數去幫他們在外國 那裡在享受 賺錢 吃 玩 睡 全部 是黃絲包的 還要現在水黃絲落搭 有網民建議 不要再聽這些疑左文的Youtuber 並且 建議大家不要再聽疑左文的Youtuber 為一個提去發帖 又說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 靠賺香港人的錢 再將賺香港人的錢 花在英國、日本、加拿大 在消費 幫自己移民 幫自己過得生活好 好好的 那個劉主說 移民的Youtuber就是靠著 取笑 香港 留在香港 留港 L 差點說髒話 差點 說他們留在香港就沒用 廢人、垃圾、廢物 就是這樣 不斷地 這些黃絲Youtuber就是取笑他們 還留在香港 你煞岸、垃圾 留在香港現在那些 又想移民 又移民不了那些 垃圾 這些留港 真是 沒用的了 你看我這邊 玩得多開心 吃得多開心 住得多開心 嘩 多棒 移民啦 過來啦 可能鏡頭後面就是 說 我舔了東西也想找人幫忙舔東西 沒理由只有我一個舔東西 要一起舔東西 齊上齊下 有理由就是我舔東西 那怎麼辦呢 笑一下他們 刺激一下他們的神經 等他們 有一個情緒化的選擇 不行 我都要移民 一移過後 糟糕了 舔了 那怎麼辦 唯有是衝 死衝 好開心啊 這邊 又大 又好正 你看看那邊 風光明美 全部都是填禮 一望無仔都是填禮 多好 那出家怎麼出 踩單車 這邊是環保的 踩單車出去 人真的踩得多單車 樣子都靜能亮了 即是甚麼 正能養了 OK 樓主就說 繼續 那群移鷹YouTuber 還要用大家的view數 去幫他們在外地吃玩炭 享受 在說甚麼自由空氣 你不是也是靠香港人才有收入 你們這群黃絲YouTuber 在外國 單靠你們其他能力 在外地根本找不到錢 垃圾 但是奈何 一眾在香港的黃絲 還要幫他們在外地 疏忽 所以他覺得很不服氣 很不強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移民不了 因為他找不到錢 因為他本身在香港 已經找不到錢 香港已經是一個失敗者 好 那就吵一下 黃絲吧 我贊成 我贊成他們自己是自相殘殺的 我還會鼓掌 當然 最重要是甚麼 告訴大家 那個黃絲樓主年輕人 風圈 移民了的YouTuber 不要一邊賺香港人的錢 一邊笑些流港 L OK 他說 你們這群人 經常說移民有多好 你有本事的 在那邊 就自己賺錢 自己吃 自己住自己生活 自己生活 你用甚麼在這裏 講廣東話 要拿香港黃絲的view數呢 又對 但問題是甚麼呢 你理得人 你有本事的 你衝過去打到他 他實一實 是吧 播出一段影片 我自己也會點擊 我也看 看看怎樣打爆他 我贊成的 但他們夠不夠這樣做 他們有沒有這樣的 能力去做呢 刺善 他們那群人是甚麼人 網上凶狠 造就 真的 真的 真是 早就 自己拼回去 我不說 一會兒講粗口 真的不是開玩笑 有網民留言 就說 那條大J 就是最好的例子 為甚麼 人們改名字 改自己做 大J 通常沒有的話 會在名字改為有 重點是甚麼 這個名字是他自己改的 即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即是他自己 我明白了 OK 大J OK 我現在 說起他的名字我忍不住笑 沒辦法 沒辦法不取笑他 接著有一個 叫做甚麼 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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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博博 喔 即是有 有這樣的事情 有人說 是這樣的 香港人就是這麼喜歡 請人來吃人血饅頭 經歷過2019年 2020年 你們還沒習慣嗎 很多人是請人來吃人血饅頭 是自己撕自己 自己戒自己的血去助養何童 你不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 但他們自己覺不覺是一回事 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